音乐 我觉得音乐都是想通的 音乐不需要任何语言去解释 大家可以感受到 因为音乐是人的这种情绪 这种抒发以后互相联系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确实有一些区别 中国音乐可能是 更注重音乐和大自然的关系 那么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么西方音乐呢就是更注重的是 这个音乐和自己人个人的情绪的音乐联系 但是呢我觉得到了21世纪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呢 可以混合到一起 现在就很少 我觉得西方音乐当年作曲家呢 已经很少人写低小雕写作曲 总会有一个标题了 只是音乐已经不够它去说了 那么中国音乐呢 我觉得这些年来 受西方音乐的影响很大 所以它在这种和声上 在这种结构上 又更加艺术 也是更加包含的 所以说我觉得两种音乐都在不同的发展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是在互相靠近的 就是西方对中国音乐的了解 是非常的浅薄的 那么这个浅薄的原因呢 我想是跟这个历史的关系 西方音乐在过去的200到300年之间 是在整个世界占到了主导的地位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呢就是它对中国的文化 也开始各不兴趣 特别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 我们为西方音乐培养非常非常多的 很好的艺术家 钢琴家 教语剑家 作曲家 所以这些呢 就使得西方人们 对中国音乐的发展 开始解决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可以造就这样做的 艺术家 它就会去揣摩 在中国社会中 音乐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在斯坦福的时候 也是搞了十几年的 这个发展音乐节 在美国提供一个平台 还来介绍亚洲的音乐 当然每年都有中国作曲家作品 那么现在呢 我回到了这个巴尔 那么我现在就希望呢 我在这个巴德 在纽约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 中国音乐的基地 我想 在美国 或者在西方 对中国音乐有兴趣的人 慢慢都会加入 琵琶是中国乐器 二不是中国乐器 但是你不能把它说是一个 只是一个中国乐器 它是一个音乐的乐器 任何人都会表现 用它来表现自己 比如说 这个贝多芬也是第一次 把这个唱号放到乐队里面 是吧 就你看这个西方乐队 也是在这样的发展 不断地去往前发展 那么也许 我觉得21世纪 也许慢慢地 中国乐器 都可以变成交通乐器 乐队的一部分 就像我们最近建立的这个 就是巴德东西乐团 就是把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 合在一起 然后也许就可以 做学家就会知道 我要被这个 这样的形式创作 那这音乐的发展 就会有一个新的 新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